看最新美高学习规划建议 听教育专家解析美国大学申请策略 原美国名校梦想 欢迎每周收看文美大学申请规划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美大学申请规划的直播现场 文美大学申请规划是洛杉矶华人咨询网和文美教育集团 联合制作播出的网络直播的教育节目 在这个节目当中你将会了解到最新最权威的教育资讯和升学的建议 每个月的第一周第三周和第四周的周五 每期时间中午一点会和大家准时见面 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开放评论区 无论您是留学生还是新移民的家长 有任何美国升学的教育问题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尽量多的在现场解答大家的问题 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文美集团南加州咨询总监万博士 万博士好 主持人好 华人网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谢万博士不知不觉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做了好几期了 现在我们共同迈入了新的一年 那么文美集团是非常著名的华人的教育咨询辅导机构 主营大学的申请规划服务 SATACT的标划考试培训 K到12年级的私校申请以及课后补习 欢迎大家扫码或者是直接搜索关注文美集团的微信公众号 美国文美及时来了解最新最权的美国升学资讯 如果你想跟文美的客服互动 请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左下角的文美客服二维码 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搜索微信号文美集团的全评 那么文美咨询的热线是18888-789-0942 好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主题 美国大学申请规划的重要性 相信这个话题对于万博士来说 你可能跟每一个客人都要解释对不对 对 是的 因为每一个打电话 或者说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咨询我们的时候 有的是看了咱们的节目 因为经常有些观众会打电话过来 直接说找万博士 这种家长也有 那么经常就会问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做 我们为什么要做 我们怎么做 这个学校也有counselor 为什么要让这个在外面 还要再占主找一个顾问来进行 有什么好处 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是万博士经常面对的问题 所以但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 也请万博士来给我们所有的网友来讲一讲 到底这个重要性在哪里 同样也是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应该怎么做 好的 那么今天非常荣幸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一个话题 那么对于咱们移民家长 移民的孩子们来说 那么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国家里要适应各个方面的 它的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体系 是吧 举个例子 那么在美国看病医疗系统 然后跟国内也不一样 那么教育系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如何更了解这个系统 如何更好的使用这个系统 其实是摆在咱们很多移民家庭面前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了 尤其是到了孩子上高中的这个阶段 那么可能就是心理压力 都变了 为什么变了 有了大学申请的压力 对 过多或少的都知道美国大学申请呢 它是非常注重过程的一种申请 是吧 那么它所有资料和内容的考核都是从主名机开始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家长就有的时候有点力不从心了 因为有这个目标的存在 考大学的压力 在这个时候他们很多情况下 很多事情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要特别澄清一点 那之前有一位观众听着打电话过来 挺有意思的 他这么说 他说温老师 你们是只服务新移民群体吗 其实我是老移民了 那么因为你在节目里老说新移民 新移民 我是老移民 我都已经来美国十几年了 你们能服务我们老移民吗 好 那我这个要改一下 这个不管是新移民老移民 我们都服务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其实呢 这个 往往就是说 这是咱们观众可能看节目 看的真的是非常仔细 逐字逐句看的那种 是吧 那么我这里边也解释一下 其实咱们做节目嘛 或者咱们平时聊天 就一语带过了 对 所谓的新移民也好 老移民也好 移民也好 还是在美国出生的也好 其实我 从从意义上来说吧 只要从家长这个层次 是吧 无论你是20年前 30年前来的 还是你是最近三五年来的 那么只要你是第一次 你说你是从一个国家移过来的 那么我就都叫他新移民了 是吧 所以 但是对于孩子呢 他就分了两种 是吧 有一种呢 是跟随父母一块过来的 可能五岁八岁 十岁 是不是 十几岁来的 对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家长是移民 但是孩子呢 其实已经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了 这就是刚才那位家长说的 我是老移民是吧 我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的 现在上高中了 对 所以呢 这个像这些个家庭的话呢 其实他们或多或少的 即便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 他们可能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或者专注于自己他熟悉范围之内的事情 但是对于这个升学规划 大学申请这一块 如何利用资源 如何来规划孩子的申请 其实是有很多未知的东西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经常举例子 我说咱们如果在国内说考大学 是不是 那么没听说谁还找个咨询顾问 顶多是补一些课程 是吧 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体系下长大的 那么什么时间该干 什么事怎么干 都很清楚 所以呢 那什么样人在国内需要找顾问 那是外国人 是不是 外国人在国内生活呢 他要高考考清华北大了 他也要找一个顾问来咨询一下 看怎么安排怎么弄 是不是能够进去 那同样的道理 咱们来到美国之后呢 也是面临了这么一个情况 对 那么就是说很多资源啊 咱们没有办法系统的 花时间去了解 或者说你可以有时间去了解 但是摆在你面前的话呢 你只是一个个案 是吧 那么你如何把最充分的资源 最准确的信息传递给孩子 其实是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有一个专业的机构 能够帮助你们 开始这样的一个过程 引领着你们 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如何做 是吧 那么当然就非常重要了 那有些家长呢 他说哎呀 规划是不是 我先让孩子好好学习 是不是 那么学习不好也没用 是吧 那么我 11年级 12年级 在规划 是吧 这个话对吗 有一半是对 有一半不对 是吧 为什么呢 当然对的地方 当然是孩子的成绩 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有了规划 就成绩什么样的 都无所谓了 是吧 不是 其实咱们不能走极端 以为说来了美国 就是真正的素质教育了 是吧 要看孩子的综合性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 我孩子不行 成绩不行也没关系 其实也不是的 成绩还是摆在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既然叫综合素质 对 所谓的综合 那它肯定是包括学业 这一部分的 那么既然是说 它是一个竞争性的录取 那么自然而然的话 在整个申请的录取的过程中 那么各个方面都存在着竞争 学习成绩存在着竞争 你的个人的综合素质 也存在着竞争 那么规划部分 一般咱们来说是 既包括了学术部分 又包括了这个个人的综合素质部分 来进行规划 那么这个规划的意义在于就是 我开玩笑说 我说这好比说是 你单独找了一个教育顾问 教育叔叔 教育家长 是吧 来负责孩子的这些个 日常的这些个 学业上的各种问题 挑战 是不是 那么选课 怎么选呢 选几门课 选几门AP 是不是 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性格的特点 是不是 那么你们一块玩的孩子 有的孩子喜欢安静的做一些事情 有的孩子喜欢非常活泼开朗的 喜欢参加各种俱乐部演讲辩论 什么都有 是不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一样的 那么你没有办法去照抄某一个人的情况 甚至其实说实在的 在美国呀 因为这种竞争性的东西的存在 你要问你的一些个朋友 尤其是美国朋友 说你这个 你这样 这个 你有对大学申请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概念 是不是 明年就要上大学了 你准备了没有 你在做什么呀 他给你来一句 什么 我不知道啊 这还要做吗 对对 我不知道 just a playful fan no worries 是不是 还给你放烟雾蛋呢 是吧 说这个啊你你你别这个 你你不用担心 是不是啊 那咱们 这个都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是吧 放烟雾蛋 你也玩了 结果下个月人家 哈佛录取下来了 是吧 说你都惊了 你说你怎么录取了 你不是说什么都没看吗 就说啊 my parents help me did it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就是 感觉为什么会 这种情况存在 即便是我 你现在 如果现在有正在11年级 或者已经12年级 申请过了的家长 在看节目的话呢 你问问自己 你在美国的任何一所高中里 无论是公立高中 还是私立高中 咱们说私立高中 是比较注重这个教育的 那么你也感觉不到 说高三 说高四 12年级 是所谓的大学申请 就跟中国那 毕业班高考一样 那种紧张的气氛 是完全感觉不到 是吧 对 每个人都是各干各的 是吧 所以那这怎么回事啊 是吧 这就是一个隐性的竞争 隐性的竞争 对 这个隐性的竞争之所以存在 就是很大程度上 就是源于你个人综合素质 你在大学 你像在大学给大学推销展示的时候 那么 人家如果把他在干什么 我干什么项目 我在做什么科研 我在做什么义工 我在做什么领导力项目 丰富自己的竞争力的时候 告诉了你 那他到时候大学申请的时候 如果万一被你copy了 那怎么办 是不是 对大学申请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 人家凭什么录你 而不是录别人 那么你就要想办法 把自己的整个申请的文章啊 这方面要写的不一样 那写的怎么不一样 你前期要规划的不一样 你要做的不一样 要绞尽脑汁 想各种办法 是吧 所以这个都是自己 在家里边做的 所以 所以咱们说 西方国家是非常注重 私德的一个国家 所谓的私德 就是每个人都关起门来 自己研究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那么咱们国人呢 就是比较讲究功德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其实在教育理念上 也有同样的问题 是吧 你就是说 美国人他 不是不补习 他是把Tutor请到家里去补习 但是疫情 那就是网络了 对吧 那么国人呢 咱们就喜欢说 大家在公共的一起学 一起拼 是不是 上各种班 是吧 多少人在一起 补这个班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一样 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像这个 咱们学校也有counselor啊 是吧 学校也有顾问啊 和你有什么不一样啊 是不是 那么这个学校的顾问呢 我开玩笑说 我说这个就是 有没有利益关系的问题 那么咱们呢 是有利益关系的 是吧 这是第一 花钱了 是不是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一个一对一的 针对你量身打造的服务 和学校里 一个年级里 可能只有一个顾问 对 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对你的关怀程度 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 从某种程度上 学校的这个counselor 他主要是在程序上 给你适当的提醒 是吧 但是如何具体的展开 哪个必须做 怎么监督你 其实是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角色的 对 所以这个是跟学校的 有些家长问啊 如果我在外边再请了顾问呢 和这个学校的顾问 会不会有冲突啊 我说不冲突 而且是互相补充 是吧 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跟 这些counselor 要进行沟通 如何提高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取得更好的成绩 是吧 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冲突的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一个好的规划的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规划完了 最后还有一个特别 特别重要的东西 是什么 最后的这个大学申请 咱们叫临门一脚 鲤鱼跳龙门 是不是 那么最后一步的话呢 非常非常的关键 你前面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后面 如何展示给学校 这也是一种技能 一种本事 是吧 那么有些孩子 各方面很优秀啊 我见过很多 非常非常优秀的孩子 那么他们优秀到 各方面真的是很厉害啊 从小啊 就是可能 就是非常的棒 尤其是有些 我也接触过一些父母 那么他们可能也在美国读书啊 然后就是所谓的老老移民了 他们都是在美国长大的 是吧 然后呢 孩子呢 当然他们就有一些经验了 孩子的也非常棒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升大学 最后结果不理想 那么我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说这叫什么呢 我说明明这个孩子是满分 十分 但是在他在向大学展示的时候呢 他把自己展示成了一个六分 七分 甚至五分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明明很厉害 结果他没有让学校看到他厉害 优秀的那些方面 反而不理想 那么有些孩子呢 他只有五分六分七分 但是他懂得自己包装 或者说是提升 展示自己 是吧 那么他反而是九分十分 被很多学校录取了 那么有些家长就跟我抱怨 说这多不公平 他们这又包装又升华的 是不是 弄得这弄虚作假 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非常不公平 那我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我说 从某种程度上 那我肯定是反对造假的 造假是不行的 但是我是非常支持 在大学申请的文章 申请的过程中 对自己的个人形象 给予适当的包装和提升 这个我是非常鼓励的 那么我经常举一个形象的例子 我说这好比说 明天你要去面试了 那么你要去找工作 是吧 首先你要明确一点 那是你求着人家 你想去别人家工作 你想让别人 我给你工作吧 你给我一份薪水 是不是 这是一个逻辑 所以呢 就跟我今天 跟大家战事面前 我要穿上西装 戴上领带 是不是 给大家一个比较正式 比较精神的 这么一种专业的形象 对 是不是 让别人觉得 哎呀 那你起门 你来面试我 那你很忠实这个事情 你如果 我穿一T恤 是吧 穿一 这个 这个人字托 我就去了 是吧 人说你出去 是吧 所以这个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那么 所以这就是一个适当的包装 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那么 我去面试了 我化妆化的好不好 是不是 我是粉底抹的厚一点 薄一点 我要提前研究这个招生官的性格特点 他是喜欢红碎唇的 还是粉碎唇的 是不是 对于他 他不喜欢这浓妆 淹抹的 我就淡一点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就是要研究 你对方的喜好 然后你要自己的适当的夸张 对 那平时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可能在家里 我天天穿着西装 做饭 吃饭 是不是 就这些事情 对吧 所以呢 这种适当的夸张和戏法 这个度在哪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很多家长或者孩子 自己把握不住分寸的 所以在临门一角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有这么一个顾问 在前期给你一个很好的规划 后期在申请的时候 能够帮你把握这个分寸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且这个规划的意义 不仅仅是为了大学 当然咱们可能从目的上说 是为了大学 但是如果你能提早 把这个规划展开 让孩子系统的做 很多义工领导力特长的事情 其实对孩子一生 他个人的成长 性格的塑造 都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有些家长说 11年级12年级 是完全错误的 规划的黄金期 应该是9年级10年级 对吧 因为你在这个时间的话呢 你的他的课业压力相对小一点 是吧 那么他才有更多的时间 把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准备出来 所以还是鼓励大家 早早的有这么一个顾问 能够帮助你 然后系统的 然后无论是在前期的规划 还是在最后临门一脚 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话呢 让孩子能够系统化的学习 让他少走弯路 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是的 所以其实这个万博士 你讲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定制 其实就是说这个规划 其实是一个私人定制的 这样的一个教育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在讲定制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 学校的这个顾问就已经足矣了 但是其实并不是 有一个私人定制的顾问 才能够为你量身打造很多的东西